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,宜兰县人文国中小报发收费争议,经营学校的人文斩赴教育基金会遭宜兰县政府解约,但县府未正式接管前的空窗期,传出学校有未正常上课情形,县政府预计于下周二,19日,派遣由各国中小老师组成的国教辅导团进驻,了解课程与上课状况,给予专业意见,维持课程稳定。 保障学生的授教权,投陈镇人文国中小创校已15年,是宜兰县政府委外的公办民营学校,与县府签有合约,原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于民国91年承办校务,97年由人文式信教育基金会接手,民国102年改名为人文斩赴教育基金,目前有280名学生。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从今年6月陆续接到18件投诉,指控宜兰县头城镇人文国中欺瞒家长,收费不但没进校库接受监督,还流入经营学校的人文斩赴教育基金会,用途不明。 教育处7月起开始实地访查,根据专案小组的查查,财团法人人文斩赴教育基金会,以及受托学校宜兰县立人文国中小学,共有4项疑似违法和18条缺失项目,违法收费情况属实。 宜兰县政府于11月交审会决议,明年与基金会终止合约,县府正在研拟接管计划,预计明年8月1日新学年开始前完成接管,而基金会得以再收到解约公文的30日内申诉。 不过,确定解约后却有家长投诉,学校有未正常上课,失声心绪不稳的状况。 立伟成学生,陈欧珀及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腾交今天至人文国中小视察,了解学校运作情况及实验教育的运作,有学生递交陈情书,希望不要更换基金会,人文国中小校长马俊良坦言。 解约后,部分失声心情受到影响,且无法正常收费,有行动学习课程受到影响听课,部分手桌课程也因为收费问题,材料需要学生自行准备,其余的课程因为基金会有补助费用,人照常上课。 宜兰县教育处长简菲利说,由于有未正常上课的情形,下周一与校方开会讨论后,预计于周二让县府的国教府。 导团课都进驻学校,了解上课情形并给予专业教学意见,维持课程稳定,稳过学生的授教权,至于接管程序已开始进行。 如果校方要申诉,程序不会受到影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